说新闻 今天要大家聊聊 农历8月15除了是中秋节 但是您知道嘛 其实也是月下老人的生日 传说中这一天 如果要拜月老求姻缘的话 还会特别灵验 那不止这一天 可以选择到月老庙来拜拜之外 其实像是国立的2月14号 就是夕阳的情人节也很适合 再来是农历的7月7号 也就是七夕情人节 这三个节日都被视为是 月老威力加倍加持 求脱单的最佳时机 不过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想去拜月老的民众 除了可以把一些 择偶条件列满 最重要的要注意哪些禁忌 特别注意要小心不要踩雷了 特别是拜月老的时候 一开始真的要好好整理一下福音 不要抗陶抗民 其实这也是最基本 表达虔诚的心意 让月老可以好好看看你的模样 或许就真的有机会替你安排一段好姻缘 再来就是如果你有带伞到庙里的话 要记得好好收好 不能够外露 因为伞的谐音听起来就很像是另外一个字 很怕是把缘分给吹散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结缘茶 提到吹这个字千万不能吹 因为这也象征很可能会把你的恋情 还有缘分给吹散了 最后就是拿喜糖吃的时候 不要挑选 不然月下老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真的是很爱挑 可能这条红线很难帮你签成 贡品方面则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些糖果 还有就是甜食为主 因为最主要就是可以让月老的嘴巴很甜 心情好帮你配对 鲜花的含义则是象征可以练情早日开花 如果要拜水果的话 圆形的话是最好的 因为象征其实可以比较吉利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红枣跟桂圆 分别有早日结缘跟圆满 顺利的意思 看了这么多有关于拜月老的禁忌 还有准备的贡品提供给想脱单的民众参考 而且在这一天 台北市有个地方人非常的多 那就是在台北市的大稻辰小海城隍庙 带您快来看完整报道 人潮排排排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这些民众中秋节不在家烤肉 通通来求月老想要快点脱单 我排应该半个小时有了吧 有蛮吓一跳的 应该会很多人去烤肉 结果没想到很多人来这边拜月了 原来农历8月15号中秋节 也是月下老人的生日 传说这天来求姻缘会特别灵验 许多信众都带着贡品来祭拜 绍桃然后金子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条件都已经写在纸上 就是身高170以上 那提型适中不够胖 真的好想谈恋爱 连择偶条件都准备好了 不过民众如果忙着烤肉 错过月老尊神的生日也不用担心 因为包含象征月圆人团圆的元宵节 还有西洋情人节 七夕情人节等等 都是拜月老的热门时段 比较有人气 那有人气当然 我们就会有很多正能量会进来 那当然就来 这个为什么会说这个时候来 好像很灵验 商传月老尊神的故事发生在唐代 一名叫为故的年轻人 遇到一位老人在翻姻缘簿 预言他会取卖菜婆的女儿 过了十多年后果然应验 这让月下老人的传说从此流传 不过妙方也强调心诚则林 想要摆脱单身命运 也不限中秋节这一天 记得周立亭齐其中台北报道